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是世界史上单一最庞大的盗窃案的一马公司丑闻 马来西亚人民在上周得知 一马公司丑闻的两名主谋的其中一名 如何在一个晚上豪指来自一马公司资金的 数百万领级举办一个奢华的31岁生日派对 并有获得明星费用的超级巨星出席他的豪华聚会 这些明星既有李奥纳多迪卡比奥25万美元 巴黎谢尔顿10万美元 梅根霍斯25万美元 和金卡达仙5万美元 根据单据显示 刘特佐的拉斯维加斯派对 耗费了360万美元 主要的开销事项包括65平的水晶香槟 共10万美元 为明星来参加派对所支付的令人炸舌的 39,955美元小费和其他费用 华尔街日报甚至将刘特佐的生日聚会形容为 拉斯维加斯利来所出现的最夸张派对 我们也在本周得知一名前高盛集团银行家 使用他收资一码公司的钱来为他当时的情人 购置位于伦敦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房子 他的情人曾经动言要向 有关当局通报他涉案一码公司丑闻 所有的这些事迹都是源自一鸣 马来西亚籍银行家黄宗华位于纽约的刑事审讯 他涉嫌在数十亿美元的一码公司丑闻里探误 被指控收取3500万美元的秘密佣金 这个审讯预计还会进行数个礼拜 无论黄宗华被判有罪还是无罪 或者他是否成了戴罪羔羊 他的律师已经向纽约法院呈上相关证据 眼下的事实就是最终要为 一码公司在这些夸张派对 和其他开销的花费买单的是马来西亚那些人 没有任何执法当局否认一码公司丑闻的真确性 所以他不是子虚乌有 不存在的 事实上美国时任总检察长赛申斯甚至 在那个时候将之称为 窃国罪行最恶劣的案例 所以让人更为震惊的是 一码公司丑闻的另一名主谋 没有因着这个丑闻受到任何打击 他现在甚至还在柔佛州选举助选 并袭击最终可以在第十五届大选 再度成为马来西亚第十或第十一任首相 这就是为什么柔佛选民在迎来三月十二日的柔佛州选 所面对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 他们是否认可一码公司丑闻 这宗丑闻被称为 或许是世界史上单一最庞大的盗窃案 柔佛选民是否能够分辨是非对错 什么是贪污和滥权 什么不是 什么是贪污和滥权